不不不 我师妹的意思 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 与少侠又何必一再相逼呢 今日的功课还没练完 乱跑什么 还不回去 与少侠 玄机什么都告诉我了 包括你昨日 对她的无礼之举 她全部都主动告诉我了 希望与少侠你 不要再对她纠缠不休了 这是玄机自己的意思吗 这些事 好像不需要别人来替她做主吧 玄机六十未开 很多事情都弄不清楚 只怕你在她这儿 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她是与别人不同 但是 她并非全人无绝无心之人 她可以自己做主 人世的情 不过沧海一宿 何等渺小 玄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完成 没有工夫浪费在这 虚无缥缈的情情爱爱上 是否虚无缥缈 来日才见分枪 我提醒你 玄机可是种出过新灯的 但却不是因为你 纵使她有心有情 她的心也不会在你身上 优荆 一个命令你 心不过 王兰 很不愿意 你 还不来 其中 你 大阪 驻使掌门 五派一体荣辱与共 轩辕派遭此危机 你应该早些通知 我们元首才是啊 若非我轩辕派出了叛徒 遭妖族暗算 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驻使掌门 听闻轩辕派门中 一片惨烈令人害问 不知驻使掌门 是如何逃生的 没有其他人一起生还吗 当日 天虚堂要血泄我轩辕派 却始终不得灵石 便将我关进藏宝阁内 严加审问 却不知我藏宝阁暗藏机关 助我逃过一劫 又有神兵圆越天刃刀护身 在煞气结界中 保全我一命 叫我哭成到有人进来 只可惜 我虽然偷生一世 但是我轩辕派千百年积业 却毁于一旦 我轩辕派的血海深仇 我定有报还 当日我轩辕派 被天虚堂所控制 幸得出掌门之女仗义享助 把我轩辕派镇派之报 送到浮渝岛 在下感激不尽 现在在下已经死里逃生 还请东方道主 归还我派圣武 以待我重振轩辕 可 话虽如此 如今轩辕派遭此重创 而且天虚堂又对灵石虎视眈眈 这个时候拿回去 恐怕对你铸石掌门不利呀 多谢东方道主关心 但是这是我派职责 我必须肩负起这个责任 灵石事关重大 已不是一派之宝这么简单 是啊 以铸石掌没一己之力 恐难在护得住 对 为了保险起见 以荣某看 还是 还是另做打算为妙 这是要明着夺人宝贝了 你 你们是欺负我宣源派 现在无人是吗 铸石掌门切莫误会 我们并没有贪图宝物之意 只是事情比我们想象的 更为严重 岂不可有丝毫的大意呀 我要是非要拿走呢 掌门 不要着急 掌门如今重伤在身 当务之急应当是休养生息呀 这关于天机珠的去留 不如等掌门身体好了之后 再从长计 你 掌门你放心 这天机珠 在我浮育岛的宝库之中 除了我谁也打不开 保证万无一失 我请那个欧阳管家 带你去我岛上的冰火池疗上 岛主 管家最近身体抱恙 不便出面 所有事宜 我来替住持掌门安排 何必再惺惺作态 这 住持掌门 住持掌门 昊辰少侠 掌门去了何处 有伤在身 怎么不在屋中休养 我宣援派已经毁于一旦 天机珠又落入他人之手 不肯归还 我如何能安心养伤 对了 昊辰少侠找我有事吗 掌门先前中了妖邪之毒 晚辈担心掌门体内妖毒未散 此乃家师炼制的化妖丹 能驱散一切妖力 可助掌门早日恢复 多谢好陈少侠 不如掌门 就在此服下吧 晚辈在此 若是掌门有何不适 也好及时替掌门 梳理体内真气 多谢好陈少侠 若是妖母 扶下此药 当立即受创险刑 眼前助使掌门却并无异样 难道当真是我想多了 既然掌门没有不适 那晚辈也就放心了 掌门好生休养 晚辈告辞 恕不远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